大家好,我是陳祖江 今天,大家都聽到主持人是陳祖江 今天的身分有點轉轉 中華文化港關帝其實是由 弘洋關帝慈善基金會 我們去推動 我本身也是 弘洋關帝慈善基金會的總顧問 這一集 我們就講一講 弘洋關帝慈善基金會的工作 沒錯 Andy,你也是其中一份子 今天,我是一個主持人 你訪問我 我就訪問作為嘉賓的陳祖江 不如我們先講一講 弘洋關帝慈善基金會 其實弘洋關帝慈善基金會 很多人都會知道 創會會長或創會主席 就是董明江先生 另外創會的創會主席 楊福鴻先生 基金會裡面也有盧先生 CJ等等的成員 目的是推廣中華文化裡面的核心 人的價值精神 即是關帝的精神 你知不知道很多年前 基金會已經成立了 我知道 我在大堂關帝廣場 有些介紹 最早就是因為慶祝香港回歸 他就在香港遮打花園那裡 就樹立了一個六米高的銅像 六米高的關帝像 對 六米高的關帝像 他當時還請了時任的政務司司長來展彩 那時就是因為去推動關公節 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 我記得那時起碼整個星期都很虛陰 很多人去參加 之後 不可能就長期放在遮打花園那裡 之後就移私去現在元朗有幾生態園關帝廣場 這也是一個緣分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現在放在大堂關帝廣場的關帝像像 其實那個形象或者造像 跟山西解州在山上的關帝像是一模一樣 如果從宗教信仰來講 也是開了綱在山西那裡請過來 關帝的故鄉祖廟 請過來香港這邊 去到大堂生態園 也是一個緣分 你知道一個這麼大的聖像 是銅的聖像 其實不是很多地方可以擺放 也是經過很多的 增加那些不同的特色建築物 其實是經過很多的困難 其實每一件事都不是容易的 做好一件事都 當中有很多的困難在這裏 這個這麼大的銅像 要放在一個公開的地方 真的一點都不難 不過似乎也有所感應和指引 就是去到現在的大堂生態園 關帝廣場 放在那裏 然後一連串的活動 就由王陽關帝慈善基金會去推動 沒錯 你知道最先是推動些什麼嗎 最先就是推動關帝彈 不是 最先是關公節 我們在關公節那裏 其實跟山西商會都有合作 就是山西商會 吳騰先生 胡曉明先生 也都是山西商會的創會會長 其實兩個會都會一起合作去推動關公節 其實到今天 這麼多屆以後 王陽關帝慈善基金會 和山西商會 仍然都是合作推動關公節 但我們現在 譬如說王陽關帝慈善基金會 也有基金會自己的方向 那個方向就是 我們除了在關公節幫忙推動關公文化 其實無論是宗教上、文化上 以及歷史上 我們都在不同的活動裏面 是做了一個 弘揚關帝文化的整合 一整體多方面的工作 Andy 你也有參加 最先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就是我們在大堂生態園 在關公節的時候 我們會有千人盤菜燕 現在我們又轉了一個方向 即是說 在這幾年裏面 就經過大家深思熟慮 在文化上、宗教上、歷史上 我們從三方面去推動這個工作 是 我就說一下那三個活動 我們每年會有春秋、梁濟 我記得當時去找一些資料 就是說 其實在古時 祭祀是有分四時的祭祀 但是因為我們太多 我們現代人太繁忙了 只可以堅守其中 春秋、梁濟 另外還有最重要就是關帝彈 我們就是起六月二十四 這一天 我覺得 我同意你一半 又不同意你一半 現代人確實是生活繁忙 但是春夏秋冬濟 其實也是來自中華文化 對天的敬仰 對天、地、人 三方面的一個關係的體會 對天的敬仰 所以我們 亦都是因為中國 中華民族是龍耕民族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要看天時 看地利 所以 最後要感謝天 沒錯 即是說我們春祭 為何會春夏秋冬呢 其實春夏秋冬 四祭都是因應著農作物 風修或祈求 而舉辦這些祭祀 而春秋兩祭 我們經常都聽到 春秋為大 春秋兩祭為大 所以剛才你說的 又對一半 現在香港這麼多人 又比較繁忙 如果你說春夏秋冬 都要祭 就確實是 喜歡搞一個大祭 就確實是 並不容易 我亦都在找資料的時候 為何要特別說 春秋 為何不是冬夏 春天就是 感謝天 可能雨雪 就退去 大地回春 祈求新一年 有一個好的開始 春天也是接近農曆新年 秋天 為何又會選擇秋天呢 就是 農作物 就豐收 秋天就是準備過冬 也是感謝上天 過去這一年 所帶來的農作物 修成 所以我們 黃陽關帝慈善基金 其實真的堅守著 傳統文化精神 你剛才也說得對 春天我們是祈求 即是雨在農耕文化裏面 春天我們祈求一年的好時節 好天氣 有利於耕種 即是我們播種插殃 秋天 就感謝一個秋收 所以由秋收 就發展到一個說法 就是秋後算帳 秋天應該是秋收 然後是東藏 所以 春夏秋冬 四季分明 在中華傳統裏面 都是按著時節 看著天做人 這個都是中華文化其中一個 根本的精神 我們休息一會 至少 百分之 在中華 天 是 得